在看影片前 大家記得分享、讚好和訂閱卓劍名家 最緊要按這個小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影片 現在所有 COVID-19 病毒株 如何入侵細胞呢? 就是透過接受體,叫做ACE2 原來ACE代表血管緊張素轉化酶 有兩種ACE 一種叫ACE1,一種叫ACE2 我先解釋甚麼叫ACE 我們的肝 血管經常都在製造一種物質叫做血管緊張素源 就出來之後 血液就去到腎 腎有一個東西叫做腎素 就將血管緊張素源 批了一部份,變成血管緊張素1 然後血液去到肺 肺有一個酵素叫ACE1 就將緊張素1批了一點,變成血管緊張素2 這個2就會黏住在血管壁 一個細胞叫做內皮細胞表面的AT1的接受體 黏住之後 血管的平滑肌就收縮 那時候血壓就升高了 那現在醫生有兩種藥 這兩種藥目的是要蓋住這個 蓋住這個ACE1的接受體 於是這個令到血管收縮的緊張素2 就沒有辦法達住一個AT1 血管就收縮不了 那一種藥叫做Valsatin 已經是專利過了 那現在有一個原料藥在2019年已經產生了出來 一種叫做Losatin 一個是洛華,一個是麥克藥廠的 原理都是要遮住那個AT1 於是那個緊張素2就黏不到AT1 於是就令到血管收縮不了 那還有一個天然的成份 不是藥,叫做月希半光鑊酸 那邊的宿舍叫做NAC 一樣可以黏住一個AT1的接受體 於是令到血管收縮的緊張素2 就發揮不了作用了 那現在緊張素2 就自由自在 沒有被任何的接受體捉住了 那有一個叫ACE2的接受體 就會將那些沒有黏住的緊張素2 就會分解的 分解了,過程就結束了 但是這個分解緊張素2的接受體 是ACE2 正正就是COVID-19 Delta Omicron 黏住的地方 那如果我們有很多的緊張素2 那它就全都在這個ACE2上面 搭住了之後 病毒都沒有地方可以進入細胞裏 那如果我們根本沒有機會被它黏住在這裏 有很多的緊張素2已經是 已經是搭住在ACE2 那病毒就進不到細胞裏了 那即是說我們可以用藥 劉沙填、劉沙填或者用保健食品NAC 就透過蓋住那個AT1 於是就free up很多 就是做很多緊張素2 就可以遮住那個ACE2 於是病毒就進不去了 那就很簡單 那這個NAC就是在很多的化痰藥 即是不需要醫生處方的化痰藥都有的 或者有些咳塘裏面都有NAC的 那就是說起來好像很簡單 一入吃了一粒咳塘 那有足夠的NAC 去遮住了那個AT1 遮住AT1 那這個緊張素2就好多好多 就蓋住那個ACE2 蓋住之後 病毒就沒地方下腳了 這個就是我的網址 在上面你可以找到 怎樣可以來到 我這個諮詢的地方 我可以免費諮詢的 開始用得了 這個網址就是 隨便個都可以 喜歡明家分析 記得給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緊要按這個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